講到疫苗可以降低重症率 確實 因為我們光是這一個月內 年長者重症率高達34% 所以醫界就痛批說 如果當初你進了BNT疫苗的話 你重症率甚至死亡率都不會這麼高 因為BNT被降低 年長者重症會有非常顯著的效果 那麼同時我們剛剛也一直提到 這個台灣的死亡率 已經衝破了全球平均值 來到2.5% 當然這個指揮中心 這個專家小組召集人張上淳醫師 他是說過去死亡率低 因為感染族群是年輕人 那麼現在是中高齡長者為主 那確診比例又高 而且通常都有慢性疾病 才是這個死亡率偏高的主因 所以請教韓濱 這就是答案了嗎 可是我總是覺得 對於這些死亡數字 你看到指揮中心的回應 永遠都是這樣子 輕描淡寫輕輕帶過 張善淳你講的這個根本就要答案 這叫廢話 這個事情我們不是去年就知道了嗎 我們都知道年紀長的 本來就是高危險群 他如果自己本來有慢性病 我什麼東西 得到新冠肺炎白 就比較容易死 這個東西還需要他來講 我們去年全部都知道了 就算我不是醫學專家 我跟韋漢都不是醫學專家 我們去年都已經講的 不知道多少遍了 這還需要一個醫學專家 張善淳來跟我講這種事情嗎 你講這種廢話幹什麼 那看數據我也知道啊 重點是你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嘛 重點不是你分析給我看 分析給我看難道我看不懂嗎 所以你 那現在的情況已經怎樣 請問一下你防疫主委 你打算怎麼辦 目前我們沒有疫苗啊 那你怎麼樣去隔絕讓 這些高風險族群不容易得病 你有沒有針對高風險族群人 開始全面快篩 也沒有啊 那你有沒有辦法把他們隔離開來 也沒有啊 那你跟我講這個幹話的意義是什麼 你講了就雙手一胎 反正他們本來就有病 所以死了活該 這樣的意思嗎 現在當然因為日本跟美國 感謝他們願意捐給我們疫苗 所以政府已經承諾了 75歲以上的高風險的人 結果如果這些疫苗竟然他們可以 排在比較前面一點先打 但是 我就是 我知道 那你不能打啊 你已經打了那個國產的那個 不是國產 我做了人體實驗 人體實驗 所以你好沒辦法 今天是去抽血 確定我的抗體 但是呢很簡單 我如果有抗體 也不代表這個疫苗有效 因為我可能別的地方感染了 如果說我沒有抗體 也不代表我就是對照族 對 對 這個很難講 很難講 因為這個本來疫苗就沒有效 這是對照族 所以現在我知道等這個 他們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最起碼要一個禮拜內 要給我說我有沒有抗體 但是不代表 有抗體代表這個疫苗 粘牙什麼時候解嗎 粘牙 不是粘牙 我是那個 高端 你是粘牙 我是粘牙 對啊 我是粘牙 那麼這個 如果我沒有抗體 也不代表我一定是這個 那你那個什麼時候要解嗎 應該他們說7月 7月 哇那還有得等 對 所以現在 但是我個人說 你要告訴我 我是屬於哪一種 因為我自己有所這個 如果我是有這個抗體的話 我就放心了 也許我是 也許是這個 我要轉給火腿不一定 那就是老師我有 那我更開心 沒有 我必須講 現在的問題就是 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短時間之內 疫苗進不來 那所以 為什麼 政府在宣傳說 端午節大家不要流動 可以理解為什麼 因為 其實大家不要看今天確診數好像下降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好不好 因為前幾天都下大雨 就這麼簡單而已 下大雨他很多篩檢站就不開了嘛 因為那個 那個篩檢站都射到戶外 那個雨一直下根本沒辦法篩檢嘛 所以呢 你篩檢量少了 確診當然就少了 不廢話 所以不要以為今天數字少了就可以安心了 絕對不是這樣 對 要關到好幾天 你至少要等一陣子 不要學陳時中這個垃圾 陳時中每天人數這樣 他說啊 行事局 第二天人數上行事嚴峻 這種廢話要你講 防疫存在中心這麼好當啊 那個幼稚園都會當 那數看數字而已不是嗎 不是廢話嗎 重點是怎麼防護嘛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我們這個政府 超級沒擔當就在這個地方 金援那個已經那麼恐怖了 結果你宣布一個奇怪的政策 本國勞工繼續上班 然後外國勞工 然後休假 然後還照付 第一個本國勞工聽到我心頭多賭然啊 現在我們每一個人還是要去上班 然後我要冒染疫的風險 對不對 結果是他們這些人沒染疫他薪水照拿 然後不用上班 那我們是怎樣 台灣人命比較賤嗎 你們這個策略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然後呢 還讓他兩天就復工 你們是真的覺得 金援是多大一間啊 如果這麼小金援這麼小一間 你都打算這樣幹 那如果台積電的話 你就算全部人染疫你也不讓他停工 是這樣的意思嗎 你是覺得這個生產比人命還重要 這整個角色亂七八糟完全搞不懂 早就叫你要趕快建方艙 你現在趕快去建嘛 你明明把人塞在那個急診的那個道路上 就是不願意一格一格讓人家放好 奇怪到底怎麼回事 這有什麼不一樣 不是都一樣的東西嗎 然後講黃偉哲那個命令更奇怪 人家不是去前舉王定宇嗎 結果他說 我們針對是六月十一到十四 展鄉人潮 王定宇這個不算 尤其他是工作工作不在此地 你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啊 那最好病毒會分啊 奇怪了 病毒是有跟你約好 在六月十一到十四我才傳染 六月十一十四以前 回鄉的我當作沒看到 病毒這樣跟你說好了嗎 莫名其妙嘛 然後什麼叫工作不在此現 欸是病毒是現在檢查你工作證 我才要入侵啊 是這樣的意思啊 你偷懶了我要堵死你 你沒偷懶了好好乖加取 我就看放過你一馬 病毒有這麼無聊嗎 然後再來 未必講 你放過王定宇是非常不對的 為什麼 因為我請教一下 王定宇的工作是當名嘴 他被抓到的是他來台北上節目 那然後呢他第二天就在台南打卡 表示他為了上節目南北上一直跑 是啊 那名嘴是他的工作嗎 難道我們名嘴是選出來 尾翰我們是選出來的 我們是拿多少票選上 我不知道 人家選你是選你去當立法委員 不是選你當名嘴 我們付錢給你 是當立法委員不是當名嘴 他哪在工作 他在賺自己的外快 然後再幫政府當側翼打手 這個怎麼叫工作呢 所以簡直莫名其妙到一個極致 所以政府你自己施政一團混亂 老實講我們為什麼一直主張 要廣塞 你們不喜歡聽普塞 那我就廣塞可以嗎 為什麼要廣塞 理由非常簡單嘛 就是因為 你這個死亡人數的比例高到不正常嘛 讓我們覺得是不是潛藏了太多黑術在頭 你多塞一點到底會怎樣 多塞到底會怎樣 我真的不懂 多塞頂多做白宮嘛 最多就是這樣子 但如果塞出來你抓到一個是一個嘛 不是這樣 你現在就死都不要塞 然後也很奇怪這個標準還是浮動 離島怎麼樣快塞蛋就不肯塞 然後好有人確診了 好吧開一間 然後呢新竹 人家根本沒怎樣 他一說馬上要在邊境 社會下戰 你們好像同意 結果到底怎麼回事 這國家到底在幹什麼 現在是救人命比較重要 還是你們的面子比較重要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府如果 他持續的施政這樣子 完全應人設施 完全標準到處浮動 而且根本沒有一個終極解決辦法 我們都知道 最終極解決辦法是疫苗 那在疫苗還沒有來之前 你是不是政府應該要 仔細思考 如果真的只能 提升到4級才能夠阻斷 阻斷病毒的話 你是不是真的要考慮 那你相關的部署 相關的配套 是不是要動起來 你永遠都在那邊3級3級 不斷延長 不斷延長下去 你也不會死人啊 很多人被關在家裡 一開始有憂鬱症出現 是啊 前兩天 昨天不就有一個司機 就跳樓了 就輕生了 因為很多人經濟壓力受不了 我今天早上去剪頭髮 那個老闆就跟我講 他剪一個頭髮才100塊 他說他現在一天剪不到10個 那他就跟房東講說 你那個租金可不可以下降 房東說租金只能賬不能降 那請問一下他也要不要活 你這樣始終一直這樣卡下去 沒完沒了 很多人是活不下去的 政府你到底想到沒有啊 你那些補助也是杯水車薪啊 趕快讓人民回復正常生活 才是最終解決之道 問題是你政府到底想過沒有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